24岁发现 发现成报过后 其实这一场意外几乎毁了我的一切 原本想结婚的我 甚至做了不需要结婚的打算 直到2022年 我终于调整好了自己 并在一次不及犹豫之中 遇上了深深来之的你 谢谢你曾经拿着我的手 去触碰你小时候留下来的伤疤 让我明白我们其实都一样 然后你总是亲吻我的伤痕 然后接纳我的痛 让这些我过去最沉痛的事情 可以转化成最美丽的刺情 我觉得会想要真的结婚就是觉得 应该就是这个人 就是你会有一个直觉 然后你也觉得说如果错过了 我没有什么把握可以真的在遇到 像他这样子 就是各方面都是跟我很配合的 对我也很跌破眼 因为我本来觉得我自己可能嫁不出去 就是我在遇到他之前 我还做好了 就是今生都不结婚的打算 就真的是我刚做好这个 很彻底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真的没有多久他就出现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就是在 在 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 有一个唯一不变的就是我觉得他很有自信 然后我都不知道他那个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就不知道是他他天生就是这样子 还是他是在一些长大过程里长出来的 对就这个东西其实算是最吸引我的部分 我过去有受过伤嘛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那一次受伤之后 我对自己的外貌啊或种种的一切 其实都是整个打碎的 打碎成一片 然后慢慢回来的 就是他的出现就是被他那个强烈的 自信的充容的很很自在的感觉给吸引住 他是八仙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其实我当下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我觉得没什么感觉的原因是 因为我更早我可能三岁的时候 就是家里一些意外 我就又疤痕了 老实说对男生 而且我又在脚上平常看不到 但是对一个女性来说 他的四肢会被会被 是很多人会看到 这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关卡 因为像在我之前 比较在多方面的接触人的时候 如果没有在这方面经验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说 眼神就是你知道他是不接纳 他不接纳你的痛 不接纳你的过去的经验 手就拿着我的手去触碰那个疤痕 然后就跟我说就是我们都一样 就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一样是反之后你造作 他爸成为你中心的代理 你必须给你的治癌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相遇 或者说任何人的相遇都是一样 就像两块拼图一样 你要完全的match在一起 其实很不容易 我们要一起看进世界的模型 体验人生最高的版本 此刻牵起你的手 我们一起往前走 笑就相忘大笑 哭也相拥而泄 谢谢你曾经拿着我的手 去触碰你小时候留下来的伤疤 让我明白我们其实都一样 然后你总是亲吻我的伤痕 然后接纳我的痛 让这些我过去最沉痛的事情呢 可以转化成最美丽的刺情 我也非常感谢你 其实经常鼓励我要有自信 你总是告诉我说 自信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总是说 我们两个就是幸福 然后在我们觉得很低落 或是很开心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醒彼此说 我们两个就是幸福 我们两个就是幸福 我们本身就是幸福的 然后我也想要告诉你说 我们的幸福才正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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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岁发生 发生承报过后 其实这一场意外几乎毁了我的一切 包含我的美丽 爱情 健康 友情 工作 自信 还有那些年轻的时光 我今天在想 我还拥有什么 我就做了什么 上舱为什么这样折磨我 这些想法其实在我脑海中 反制了非常多年 然而原本想结婚的我 甚至做了 不需要结婚的表情 但我有一股 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傻尽 总是隐隐约约的相信 有一个人就在前方等我 所以我不可以放弃 我的亲朋好友 其实都超怕我二次受伤 但我还是上路的 出发去找你 这天其实经过了很多人 都只要不够爱了我的自己 一次又一次地学会爱 但我吃过了好多的苦头 也曾经把自己困住过 直到2022年 我终于调整好了自己 并在一次不期犹豫之中 遇上了深深来迟的你 就是伴郎Chance的一个协助 他当时真的超想要大骂你 说为什么你这么晚来啊 就是你是不是让我等了你很久 这个迟到会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要骂你 然后其实你是我遇过最懂爱 开朗无私而且有自信的人 你拥有海洋般的胸襟 你拥有海洋般的少人 你拥有海洋般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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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渗我非常多 不许有些人看不出来 但其实我却阅读得了你 我可以懂你 就是我们年纪有差 但你却是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 也是我全宇宙最好的朋友 能欣赏我的宇宙不同 也因为听我讲很多很玄妙的东西 虽然你常常 其实也是半信半疑 而且也会被人家讲说 我老婆是极童 女巫啊 什么草满之类的 但其实你是我最大的礼物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 我想把我的整颗心交给你了